右手握拳 翻拳移重心 左手下岸 右手起 右拳下闸 即递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同时左手握拳户头 右拳下闸 左拳起 好 我们看一下反方向 右手握拳 翻拳移重心 左手下岸 右拳起 右拳下闸 左拳起 即递锤 好 我们用这个方向 表达一下什么是神仙一把抓 神仙一把抓相对而言 幅度要比刚才要稍微要大一点 为什么 指的是左手 动作要领都是一样的 指的是左手下岸的时候 身法要下 左手有抓地的一把沙子 或者一把土 打下去 幅度相对大一点 称之为神仙一把抓 就是它的意思 是一个这样 所以练 极地锤 和神仙一把抓 在幅度上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们看一下这位拳友 好 我们看见他在练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幅度 是吧 所以我们要练拳的过程当中 是完全可以守住身体的 但是动作的幅度也可以完全表达出来 因为从高碳码动作以后 来回到原位 从高碳码以后 所有的动作的幅度 运动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前面的套路 三分之一的套路比较稳重 那么后面呢 就是手衍生法部 比较灵活 那么我们就是从 现在所练的动作 怎么样还能守住它的中振 好 右手翻拳 好 看 移重心 我们守住身体的中振 是不是 左手下按 右手起 我们的幅度都在不 做出来的过程当中 不影响什么 不影响生法 不敢扭 都不能影响生法的中振 好 右拳砸 左拳起 对 幅度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守住的 有些拳友会说 他一定有一个这样的拧的过程 我们现在只说 怎么守住身体的中振 如果说要有一个击打的方式 是到了一个后期 我们练到一定层次的时候 通过他腰松下来的一个拧 拧动 在侧面也是一个中振的过程 好 请